为什么说南京队的真房日离开了广东队之后发挥的更好呢? 而广东队的杜丰、朱方雨舍弃掉了真房日,现在来看亏得有点大呢? 并且,广东队签约的新中风实力上根本比不过真房日 为何杜丰、朱方雨还要这么去做?放弃了真房日 现在的南京队凭借着大比分击败了北京北控队 南京队能够赢北控队12分,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南京队现在的实力超群 南京同西队目前来看,在队伍当中有这么三位选手是十分值得认可 并且发展潜力特别大 首先,南京队是凭借大比分击败了北京北控 北京北控大家要知道,拥有陈国豪,还有明露磊带队 拥有周雨晨、廖沙宁、张芳等优秀主力 但为何南京队照样能够赢下一场大胜,赢下十二分? 首先,要感谢队伍当中的增访日 接着,要靠队伍当中的外援布莱克尼 另外,还有一名优秀的得分手王子瑞 如果说南京队没有这三名队员,那真的是很难赢下胜利的 当然,队伍当中还包括了林威,也很不错 接着呢,还有希尔丽江,整体的带队水平,虽然很严格,但是有用啊 首先呢,布莱克尼他在击败北控队的比赛当中,居然有三十九分十篮磅 而正凡日呢,在赛下当中也有十分九篮磅的数据 可以说是非常耀眼的 因为他的投篮命中率六投三中,也打出了不错的发挥 接着王子瑞呢,有八个助攻二十分的数据 这三名队员是南京队发挥最优秀 可以说呢,表现最出色的队员 但是,南京队的正方日打得越好 广东队的杜丰周方宇,就会越觉得有点亏了 因为广东队在中锋方面的安排,确实让大家看不懂 并不是说广东队现在的实力下滑有多大 而是说周方宇他的一系列决定,真的是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大家看一下广东队的中锋 过去把真凡日给放弃了 就连六十万的年薪都不愿意给真凡日 但是愿意给任俊飞八百万的年薪 那么广东队舍弃真凡日之后,中锋签下的赵徐红 提拔了黄明一 另外,还有签下的周琪 周琪可是用赵锐来进行交换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广东队签下的赵徐红能有多大作用 赵徐红身体太挡宝了 很瘦弱 身体核心力量不够 对比真凡日,很明显真凡日要更勇猛 另外,黄明一也很嫩,很年轻 也比较瘦弱 还不如真凡日厉害 并且现在的真凡日,他能够去一对一 对标王哲林 也能够一对一去防守周琪 所以真凡日,他被广东队放弃 现在来看是个有点失误的决定 也对于杜丰周翻译来说是个教训 为什么广东队一些优秀的队员老是被放弃 赵瑞,周蓬,真凡日 这些优秀的队员 如果都在广东队 我敢相信广东队现在肯定是CBA的前三名 不会说跌出冠军阵容的 您觉得广东队这样的操作方案 是不是有待提升呢? 放弃真凡日,杜丰周翻译是不是后悔? 说说你的看法 也感谢大家的评论 感谢大家的评论